歡迎收看財經Espresso 晚上好 我是林德成 來到這個星期的最後一個交易日 我們來看今天的馬股走勢 由於隔夜美股和中國經濟數據的表現不理想 馬股今天B40報1720.76點 下跌了1.68點 分析人說 如果看海外的因素 近期的利空主要來自希臘債務危機 和中國股市大跌 馬股的交投情緒也受到波及 如果以上的兩個因素獲得改善和控制 預料馬股波動也將會獲得改善 我們來看交易統計 本地機構連續5天買進 今年淨買了1億7934萬令吉 外資賣出超過1億6000萬令吉 散戶也淨賣了189萬令吉 接下來有企業不兩萬單元 我們所知道的Panasonic 松下電器決定將全球20兆日元 也就是大約6080億令吉的現金流動管理職責 交給大馬子公司松下電器 過去松下營運集中在荷蘭子公司 剩餘的資金會在區域整合之後才會合 日本總部則負責管理控制和協調 每個區域的貨幣契約 松下現在採取精簡的功能 將調派多位經理過來大馬和監管公司 一起監督資金的盈缺 以穩住和改善現金流 接著沿海工程獲得總值1億3000萬令吉的造船合約 其中將負責建造兩艘岸外資源船艦和六艘低接船艦 該公司目前有將近38億令吉的訂單 而船艦和專景平台就佔了19億7000萬令吉 最後 昨天遭到不尋常交投諮詢的德達飛訊集團聲稱 目前正在爭取三項政府的合約 該公司向內政部提交了三份護照 以及資訊科技方案相關的建議書 現階段還在洽談當中 會在適當的時候發布計劃的進展 德達飛訊集團必至時下跌的三線 報一令吉三水一線 今天的財經新聞到此結束 感謝您收看晚安